武松打虎的故事深入人心 但大家有没有想过 武松打虎打的是什么虎 根据水浒传的描述来看 武松打虎发生在北宋时期的景阳岗 景阳岗也就是现在的山东辽城阳谷县 所以咱只需要知道 哪种老虎的历史分布与山东重合 就能大致知道它打的是哪种虎了 东北虎 老虎中最大的亚种 咱常说的森林之王百兽之王说的就是它 头大大的圆圆的 额头分布着数条黑纹 正好组成个王子 在我国的历史分布仅局限于东北地区 与山东相隔甚远 所以首先排除它 其次孟加拉虎 印之虎虽然在我国也有分布 但它的历史分布也仅局限于我国南方 数量十分稀少 这可不是武松随随便便就能遇上的 苏门达腊虎 爪哇虎 马来虎 以及巴黎虎 听名字也知道不是我们国家的 所以最后就剩下了新疆虎和华南虎了 新疆虎 离海虎的一个分支 体型第三大的虎亚种 仅次于东北虎和孟加拉虎 从名字上咱就能猜到它生活在哪 中国新疆 可惜早在1916年就已经灭绝了 但在它活着的时候 基本没挪过窝 更谈不上从中国大西北跑到大东边了 所以排除到最后 就是剩下我国独有的华南虎了 说起华南虎算是 现存老虎中最悲剧的一种 因为其他虎亚种 都有野外个体的存在 就华南虎 一直没有野外生存的直接证据 虽然现在不好找啊 但早在20世纪以前 华南虎的地盘那叫一个广 从山东半岛一直延伸到岭南地区 横跨了半个中国都是它的地盘 可惜的是 在经历打虎运动后 最终导致了它的野外灭绝 所以啊 从9个老虎亚种的历史分布看 出现在山东地区的老虎 只能是华南虎 也就是说 武松打虎 大概率打的是华南虎了 另外除了地理位置 水浒中还曾用 吊金白鹅来形容这只老虎的出场 白鹅好理解 就是白脑门 华南虎脑门上这白色条纹可真不少啊 那吊金又是啥意思呢 金是指眼睛瞳孔附带周边的那一小部分 相当于我们人眼睛除去眼白的部分 吊金就是这一部分区域 像吊起来悬在眼睛里的感觉 现在知道武松打虎打的是什么虎了吧 请不吝点赞 吊金 吊金